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清风观察 我们今天来看看国际上怎么清洁贯彻的 标准之高让中国的网友惊叹,干净到变态,看完彻底放心了 美国居然有五个等级,最高一级,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 几家著名的外企也沦陷了,中共酝酿反击,路死追手尚未可知 首先请大家在评论区,关注我的YouTube新频道以及干净世界频道 来收看更多的精彩分享,谢谢 我们先来看一个视频 这是新西兰的奶罐车 每一个在新西兰生活的朋友可能都看到过它 巨大的奶罐车每天奔驰在新西兰的城市乡间 承担着从上万个农场的奶站收取原来的任务 要求很高,不是每隔一段时间才清洁一次 而是每次作业之后都要清洗,而且里外都要清洗 还使用了高温的蒸汽,不是人工而是自动的 不用自己填报报告,而是由车上的检测设备 每次都自动的发送到总部的服务器上 那这几天这个视频在网上是引起了很多中国网友的惊呼 有人感叹这简直太变态了 但是真正是让人放心呢 也有人说在我眼里这才是发达国家的标准 而不是高楼大厦,电脑,AI 而正是凭着这样严格的管理 新西兰在全球的奶液出口市场上 合计拥有33.8%的份额 一个人口只有500万的小国家 稳作奶液第一把交椅 与此同时,日本食用油单用车的干净程度 也惊呆了网友,居然洁净的像一面镜子 可以轻轻的照出后边的车辆和路边的景色 还有中国网友看了国外的贯车的管理 感叹我们太悲哀 他说的是留学美国的中国人 看到了各种商品的运输车 都必须遵循着严格的隔离原则 不过我认真是查了一下美国的管理标准 发现比美国网友说的要复杂的多 也严格的多 我看了美国领先的食品级卡车运输公司 Kanho的管理标准 也研究了知名卡车清洁公司 Denis的介绍 还有美国的FDA的相关的标准 有这样的几个发现 也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首先美国的贯车 它有严格的管理 食品类坚决不能混装其他工业品或者危险品 南一的车辆是专用的 因为几乎每天都用 而且和中国不同 美国的食品类的液体运输车辆 过程中还有特殊的温度控制管理 用来使食物保持在理想的温度范围内 来达到最佳品质 那其次和那个美国留学生的见闻不完全一样 实际上大部分品类的食品 可以使用同一辆食品类的灌车 但是必须经过严格的清洗 然后还必须寻求第三方的确认 来证明罐子是干净的 那再次美国的罐车的清洁有三个国家级 或者世界级的标准 还分成了五个这个级别 这三大标准分别是 第一 RMS 州际牛奶托运人计划 这是大名鼎鼎的美国食品医药管理局 FDA和美国农业部联合制定的一个卫生合规与执行标准 那对于转运站卡车接收站牛奶厂 实验室以及容器封闭件包装编码都有了一整套标准 这个标准有227页 但更重要的不是页数而是质量 因为2020年中国奶一页就被质疑 而且呢引发了舆论的海啸 专业人士认为说中国牛奶存在着两大问题 第一 现行的生乳标准大大的低于国际标准 其中均落总数达标值不超过200万个每毫升 居然是大幅的低于1986年的旧版的标准 倒退了25年 而均落总数 体细胞数则是呢 衡量生入安全性的指标 过高则会造成安全隐患 第二 标准呢居然是10年没有更新了 直到4年之后的今天也没有推出新标准 美国的第二个和贯车相关的标准是 GPA美国果汁产品协会的监管指南 虽然呢说名字叫做果汁协会 但实际上是整合了很多食品类相关行业 对贯车清洁的要求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第三 国际犹太节食标准 这个呢也被视为世界上最高的食品的标准 它也呢也叫雅阁之星这个认证准则 将很多的食品呢视为不洁净的 同时呢追寻酒无标准 即无毒 无脂肪 无咖啡因 无酒精 无色蜡 无色素 无添加剂 无吞咽问题 GPA美国果汁协会呢对贯车的对待要求是 A 只允许使用食品类贯车 且贯车必须呢永久专用 明确标明食品类 B 贯车尽可运输经过批准的食品配料或者是饮用水 C 贯车内部和配件由食品类不锈钢制成 那光是这一项其实对贯车材质的要求 我认为呢已经是远远的超过了这几天 中国媒体和网民对食品用油车的这样的一个期待 因为大家其实呢这两天在争论的是呢说 普通货物的贯车如果呢装运这个煤质油 就必须清洗才能装运食用油 可是我们都知道 就是普通的贯车 它其实只是区别于呢这个危险化学品的贯车 远远达不到食品类的要求 因为呢它还可以用来装这个煤质油 工业废水 塑化剂 废机油等等非危险化学液体 那D呢那只可使用呢这个清洁和可密封的贯车 E是油贯车的开口必须使用防篡改的密封件来密封 F呢是可能与食品接触的健全的材料 也必须是食品级的 G是卸下贯车之后呢 如果不立即重新装载或者是清洁贯车 必须呢在24小时之内用饮用水冲洗贯车 那即使对同类型的这个产品的运输呢 都要求两次的装货间隔12小时之后 贯车必须在装货之前进行二类清洗 如果做到了呢 显然不会呢出现就是中国专业人士担心的那样 那即使贯车一直使用运输同一种油 那用久了呢也会产生一种叫做黄曲霉素的化合物 而这种化学物质属于呢一类致癌物毒性极强 那么这个它只是五级清洗中的第二级 第一级是只适合于少数客户 用于呢装在相同产品之间使用这个饮用水冲洗 第二级就是针对以前运输水性食品的贯彻 包括呢饮用水冲洗 然后是高温清洁循环 最后是低温消毒冲洗 第三类和第四类分别是针对水油混合物和油籍产品 先前呢运输水或油或者是油性食品的贯彻 或者呢现成装载的食品具有潜在过敏性风险的贯彻 那这两种性急呢包括是用饮用水清洗 高温脱质循环 高温的清洁循环 低温的消毒冲洗 第五类它是针对呢某些成分和油太结石的特殊的清洁指南 包括用饮用水清洗 高温的脱质循环 高温的清洗循环 高温饮用水循环和最后的低温消毒冲洗 那后边这四类就很像 这两天呢网上讨论的这个高温蒸汽清洗法 不过呢实际上它对美类这个温度时间清洁剂和消毒剂的使用有更详细的要求 这两天呢看起来说中共官方打破了沉默 国务院组织的联合调查组党媒也参与了报道 但是呢中共官方的反击看起来是山雨欲来 一被新京报曝光的贯车的轨迹没办法查询到了 二网民们还在热议 但是微博的热搜榜不见了 有网友去嘲笑哪有从前而降的岁月静好 只不过呢有人替你过滤热搜 三身受中共宠爱的大五毛司马南到达一趴 污蔑新京报和海外粮食企业是联手了 试图呢对中国的国企下手 他还呼吁网络和意识形态的管理机构是参与调查 那第四网信办制定了详细的舆情分析 但是没有针对性的回答问题 第五就相关的企业不仅没有道歉 反而都在甩锅包括中储良 另外两名中国官员也出来了 新京报之前引述专家的说法呢 认为中国目前没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 但是一名官员却进行辩解说 实用油运输早有强制性标准 而针对呢有人提出说 是否考虑扩大实用油的污染物的抽象种类 7月10号另外一名官员回复 正常的实用油根本不会含有这个矿物油 防实用油污染的根本不是增加检测项目 而是防止非法运输造成污染 但实际上这两名官员的说法呢 都是缺乏合理性的 因为现有的标准不仅是惩罚力度不够 而且只强调各自要做什么 却没有最重要的产业链 全过程的管理 以及出现问题的责任的认定 那比如一 如果产家不检查或者检查不利怎么办 这一次呢 中储良就没有尽到检查责任 凤凰网的风暴眼采访了两位贯车清洗行业的从业者 其中一位提到的一点是 粮油公司对进厂装油的油贯车都要进行检测 这是一个必须的工序 电油厂之所以对混装的贯车打开绿灯 很可能是车队跟检测部门关系好 导致了车队为了节约成本而糊弄了过去 那这些人是不是应该抓起来呢 二 如果被送货房可以隐瞒呢 那现有情况下 运食用油的贯车恶性的竞争 不仅做不到专车专用 许多为了节约的成本甚至连贯体都不清洗 三 如果寄货房本身不负责任怎么办呢 那我认为可以增加的这个处置的方法可以包括 一是引入吹哨人制度 增加相关方面的互相检测 以及出现问题之后的处罚 二 专车专用 三 像美国日本新西兰那样详细的制定相关的标准 四 将不同的环节包括厂家 遇书方买方 洗车房 监测方的这个结果都见得的话 输入到全国联网的系统 并且和GPS关联 这样呢就可以实时的查询出来 避免了任何一方造假出现问题 也可以针对性的处罚 这一次让网友差异的是 多家国际的著名企业也沦陷了 包括马来西亚郭赫年家族的金龙鱼企业 以及这两天备受追捧的著名的连锁超市 胖东来的切牌的供应商 美国四大粮食厂商的邦利公司 而截止到目前邦利中国 上面呢就这个毒油事件发表声音 而我们也知道说中共对国企 那看作是真正自己人 而被大型的这个跨国公司 往往也是为自己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大家认为说中共国务院的调查 将会是怎么样一个结果 最终当局又会怎样处理这一次的混装油事件呢 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请喜欢我节目的朋友在评论区 订阅我的新频道 让我们一起来深度透视 中国的实证和经济真相